上回书说到朱文华跟梁林说 你我师徒虽然有灭莽之心 但是没能如愿 而逍遥王千岁 灭亡莽恢复汉室天下 功高盖世 你我师徒应该尊敬他才对 你为什么称他为奸王啊 朱文华说到这儿 飞虎帅梁林是无言答对了 他只问了一声 请问师父逍遥王何在 逍遥王千岁 已到台城携嫁了 师父 您老人家为什么把他接到台城呢 梁林 我是汉室之臣啊 逍遥王千岁 奉旨带天寻守 如震亲临 他所到之处 外人官员就应该送往迎来 老夫不止迎接逍遥王 还要尽保护之责呢 你明白不明白 逍遥王千岁是替天子来安抚河北的百姓开仓放粮啊 梁林啊 我再问你 你为什么带兵追赶贤王千岁 师父 您要问我为什么带兵追赶逍遥王 只因为我家主公大强王千岁 乃是大汉宗亲 强王千岁 看庚氏皇帝昏晕无道 不能执掌天下 而且朝中奸臣当道 国正日非 各路反王纷纷起兵 都要推倒庚氏皇帝 另换新军 这叫灭无道保有道 灭无德保有德 千亡千岁 不忍得看着庚氏皇帝 把大汉朝天下 施于外星人之手 所以才在河中府会兵 约请天下各路反王 共同出兵 十几家反王都同意 共灭庚氏 攻推我家主公 大强王千岁为盟主 攻推我为纵元帅 没想到我们一师 还没出发呢 奸王刘秀巡视河北 来到了邯郸县 强王千岁 命我追赶刘秀 所以呢 我带兵到此 现在 您老人家把刘秀放走了 岂不叫我良临为难吗 朱文华听到这 气得脸上颜色都变白了 梁林啊 你当初受我殉教 先读书后习武 你应该读师出名礼 小得大一刚长 啊 而今 强王无故谋反 你为什么不加阻拦 你反而助兆为力 你想一想 你做出这种事来 率领反王兵将 叛反朝廷 你就是不忠啊 你违背失明 任意而为 你就是不孝 你使大汉宗亲自相残害 视为不义 现在 你率领几十万强暴之众 追赶国家的贤王 遇害逍遥王一死 视为不仁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良临 你办出这种事来 天下人不先责备你 得先责备为师啊 如果你现在 知识打武还可以挽回 你就把兵将 砸在此地 然后向千王苦见 千万千万 劝千王 不要跟逍遥王 围仇作对 你我师徒 就给他们弟兄 调停此事 我可以在台城备宴 劝他们同宗弟兄 把仇恨解去 叫各路反我人马 各回原地 听好国家 降旨昭安 你要能这么办 逍遥王千岁 回到长安 必然清军策安天下 安抚众家返王 良临 这样你才叫 忠于汉使 顺从师命 孝行诗义 使大汉宗亲 永久和好 成天下之大人 谁不感激你呀 朱文华 是滔滔不断 择以大义 叫良临醒悟 没想到良临 听不进去呀 等朱文华说完了 良临再马上一抱拳 师父 您老人家 代我有养育之恩 我理应从命 不过这些事 不是徒儿我一人之事 若是私事 徒儿应该遵命 可是这是公事啊 我良临不敢先思而后功 况且 连年荒汉 遍地是贼 更是皇帝无道 逍遥王无德 已然失去天下人心了 您老人家 一人之力 也不能挽救啊 要以徒儿相劝 老人家 您不如谢家归天 乐手田园 也就是了 朱文华听到这儿 气网上撞 恨不得把他手下的叛军 杀个落花流水 才能消下这口气 可是朱文华一想 自己年岁高迈 上山不能亲虎 下海不能降龙 自己手下只有三千老军 怎么能抵抗几十万强暴之众 想到这儿朱文华 望下压自己的气 压了又压 梁林啊 你既然不能 以老夫的主意去办 那 我就求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答应 师父 您老人家何言太谦 有事只管说出来 我如果能答应 我一定依从 好吧 你把大兵 囤砸在黄桑林 容我三天的时间 到了第四天 你再追赶逍遥王 老夫也就不管了 梁林听了朱文华的话 心中暗响 要是给他们君臣 三天的时间 留手绕道就跑了 他要是回到了长安 如龙归海 如虎归山 刘秀有了势力 我们还能好得了吗 这三天的期限 枪王弟兄就不能如愿了 我梁林是万万也不能答应 梁林想拒绝 就在这时候 后边炮鼓 喧天乱马 奔腾 大枪王 小枪王 宾州王 瓷州王 青州王 几州王 各自率领 本部人马就到了 大枪王 刘亭就问 我兵 为何不走了 手下人禀报大枪王 千岁 前面有台城总镇 朱文华 带着三千老军 接住去路 什么 枪王 刘亭大吃一惊 他可知道 元帅梁林是 朱文华的养子 他们是先父子 而后师徒 朱文华终于 汉使 必然阻止追兵 不让梁林 去追拿刘秀 不成 我得催战 说什么 也不能让朱文华 把追兵给挡住 大枪王 刘亭想到这 立刻传领 来 雷鼓催战 叨叨叨 不 战鼓就响了 崔战鼓一响 非虎帅 梁林听见了 梁林就跟师父 朱文华说 师父 您老人家快走吧 倘若各路人马 一拥而上 可就糟了 老忠臣 朱文华 听梁林 说出这样的话来 气得苍梅 倒数 二母 圆征 梁林 老夫一世英明 丧在你手 早至今日 当初就不开 你既不顾忠孝仁义 以功名富贵为重 老夫这条命 不要了 也跟你一死相聘 朱文华气得晃身形 擦朗朗 假印 声音响 依然在胸前 漂白举起这口 勾搂鼓跃刀来 对着梁林 啪 这刀就下来了 梁林可不能还手啊 看见师父 刀下来 双锤一架 师父 您老人家 这么大的年纪 还不醒悟吗 您别动手了 赶紧收兵回去吧 朱文华 往回一扯刀 刹 二刀又下来了 梁林还不招架 往旁边一躲 跟着朱文华 刹 又一刀 梁林 往旁边又一躲 朱文华这三刀都没看着 朱文华实在是气坏了 现在好 我都坏了 当初我不应该教他武艺 教他这么纪约 我不应该倾囊而受啊 我要留学一刀绝招 他今天都跑不了 看起来呀 我今天要想制服梁林 我是没有办法了 朱文华确实动了真怒了 想到此 他把大刀交给左手 油打标囊里 掏出标里 斗手一标 打 这支标 就奔了梁林的耿嗓音头 梁林听见声音了 往旁边一歪脸 插这标过去了 刚一正脸 第二支标又到了 他一回头 刚躲过第二支标 插第三支标又到了 梁林往后掩饰 躺在了马上 用铁板桥的功夫 躲过了朱文华第三支标 就这一躲一牛脸 一回头再一躺 这可是朱文华的亲手啊 今天梁林用师父教的功夫 躲过师父的三支标 那朱文华是有名的非标将 他的标从来没空过 今天打出三支标去 全让梁林躲过去了 老将军知道 没法制服梁林了 脸上无光 朱文华多大岁数 年过古希腊 这七十望外的人 精血衰弱 这一下生了真气 再马上身体直摇晃 再马上就坐不住了 要按现在说 老将军血压升高 老将军坐不住了 往前要栽 眼看要栽下马去了 梁林急忙拿双锤一拖 师父你老人家坐稳着点 非虎帅梁林 拿双锤这么一拖 朱文华看着梁林 身子望好一痒 他就晕得指挥不了自己了 梁林怕师父 又打后边摔下去 用双锤在朱文华身后一拖 师父 您老人家 别忘好痒 这时候 这时候朱文华觉得自己挡不住反王的兵将 没有脸面去见逍遥王刘朽 得了 我不如一死落个忠臣之名 我看你梁林如何活在世上 想到这儿 朱文华反而望好一扬 不偏不歪 这后脑海正磕在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上 啪啪 头盔就碎了 红光崩险 老将军朱文华为了保留秀 死在梁林的锤上 梁林见此情景 大吃一惊 梁林心中明白 师父朱文华是撞到自己锤上 他自己撞死的 可是外人不知道师父朱文华是自己撞死的 都得说我梁林用锤把恩师打死的 我梁林跳在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了 梁林看见师父死得这么惨 回想起朱文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 梁林都傻了 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一些人 奇声呐喊 高声大骂 丧尽天良的梁林啊 你亲到万寡的梁林啊 你好狠心 丧尽天良 听见圣尽梁林 抬头一看 骂自己的 正是师父手下的三千老君 这三千老君 在朱文华手下当了多少年的差了 对于梁林跟朱文华的师徒父子关系 他们知道的清楚极了 朱文华又对待着三千老君不薄 今天三千老君 亲眼看见朱文华死在梁林的锤上 一个个咬牙愤恨 七声大骂梁林 你丧尽天良 你人面受心 你忘恩负义 三千老君是越骂越有气 气愤难伸 豁充命不要了 也得给老将军 朱文华报仇啊 三千老君望上一扑 就全都奔了梁林了 想以多为胜 把梁林乱刃分尸 大家望上一扑 这三千飞虎君能不扑吗 也成是望前一扑 就跟三千老君杀在一处 老君能杀得过三千飞虎君吗 一会儿的功夫 老君被飞虎君杀得横躺树 施横如山 三千老君一个眉胜 全都死在了黄桑林 到了这个地步 梁林回死往事 都怪千万不好啊 如果你们不谋反 不勒崔战鼓 哪能有这样的结果呀 梁林心中烦恼 来 退兵三里 兵随将领草随风 袁帅传令了呼啦一声 先退飞虎君 然后几十万大队全都退下去 天快黑了 黄桑林内异常寂静 这时候有两名老君醒过来了 因为他们两个呢 是被人撞到之后 压在了人的底下 上边是死士 他们俩可还活着呢 好容易挣扎着爬出来 两个人是大骂凉领 又在死士中寻找朱文华 两个人找着朱文华的尸身 抬着朱文华尸身往回走 走着走着 迎面来了一个人 谁来了 尤其来了 因为刘秀君臣 有两名老棋牌官引路 直奔台城 二十几里地 很快就到了 等到了台城 君臣们一看哪 台城是一座古城 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 进了城一看 商家祸祸也不风光 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个苦地 等他们到了园门之内 下了马 老棋牌官命人接过马去 陪着君臣进了衙门 让他们到书房暂谢 刘秀就问老君 请问 台城的情景如何 梁响充足吗 哎呀 钱帅呀 您是不知道啊 我们这连着六年颗粒不收了 老百姓太苦了 老百姓没吃的 军中梁响也不足 城中一共有五千老军 三千老军 随着老将军出城了 城中还有两千兵 刘秀一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能存身 他们吃完了酒饭之后 天就快黑了 可是仍然不见朱文华回来 刘秀君臣不放心 最不放心的那还是姚琦 因为姚琦是朱文华的盟职 姚琦不踏实啊 千岁 我去看看动静吧 是啊 我也不放心 那你就去吧 姚琦就骑着冯义的马 拿着冯义的三股钢叉 出了台城 直奔黄桑林 姚琦走在途中 没看见一个人 等到了黄桑林外头 就听见有人在骂梁林 梁林啊 你丧尽天良了 你这个人民手心 你这个楚力啊 老将军啊 姚琦可愣了 姚琦赶紧催马过去 哎 我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骂梁林 能不骂吗 我们朱老将军从几岁 就把梁林抱回来了 啊 养大了供他读书 传他武艺 他长大成名了 老将军老来得死 让他认祖归宗 老将军对他恩仲如山 今天为了逍遥王 我们祝老将军 被梁林打死了 好 姚琦听说 三叔被梁林打死了 不雅如半悬枯中 咔啦打个劈雷 姚琦难受 哭通一声 犹打马上就摔下来了 哐郎郎 差一撒手了 吓得两个老军 赶紧把朱恩华的尸身 放在地上 过来把姚琦掺起来 姚琦是放声大哭 三叔啊 您老人家为国尽忠 死在逆途梁林之手 我咬起个梁林 誓墨两立 三叔啊 你要是有灵 保佑我把梁林杀了 开一趟摘星 给老人家您几灵啊 姚琦是叨叨念念 嚎啕大哭 他这么一说 两个老军才知道 他是姚琦呀 要来劝姚琦吧 姚将军啊 您可别哭了 人死了不能复生 哭也没用 咱们得想主意 给朱老将军报仇要紧啊 姚琦这才止住了悲声 然后把朱文华的尸身 驮在马上 他在前面牵着马 两名老军在两旁边扶着 往台城走 天道出谷 他们就回到了台城 进东门 进总阵衙门 姚琦心中太难过了 放声大哭 三叔啊 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 一世为人中正 您怎么死得这么惨啊 三叔啊 他这一哭不要紧 哭声传到了总阵衙门内 刘秀邓宇冯一听见了 下腿望违就跑 等到了牙前 看见老将军朱文华的尸身 全都伤心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候 就听见姚琦 哎呦 扑通一声 姚琦翻身栽倒 这鲜血就吐出来了 刘秀吓得是亡魂睫毛 邓宇赶紧就说 千岁您可别着急 因为邓宇精通医术 赶紧给姚琦诊了人脉 邓王兄 姚王兄他 千岁您不要惊慌 他呀 是急怒伤肝 劳累过度了 他这病不要紧 不过得好生调治 一时之间可好不了啊 刘秀是泪如雨下 姚王兄啊 你自从济阳关福报孤家 五年血战 兵定长安 你有几十镇汉马功劳 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 如今又跟我刘秀 共同患难 你要死了 孤岂能独存呢 姚琦 依然不认识人了 邓宇跟冯义 就把姚琦搭建了书房 刘秀让冯义一个人在这 看着姚琦 赶紧跟邓宇出来 因为朱文华的尸身还在这儿呢 台城衙门的人早进去 禀报了朱老二人 老二人听说 丈夫被梁林打死了 是肝胆剧烈 眼泪多眶而出 回想当初抱养梁林 十几年的光景把他养大了 我们老梁口子用了多少心血呀 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化 老夫人痛恨交加 到底谁能杀梁林 给朱文华报仇 下回再说 这时候再说 这边他多种看待 逆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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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